所以亲子关系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别亲疏 夫妻关系也会 手足关系也会 闺蜜关系也会 同事关系也会 也就是在这些关系里面 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怎么样 给太多了 造成了负担 好 所以要不要改掉啊 要 再来看 所以可以要好 但是不可以怎么样 越界 像有些妈妈爸爸 就是对小孩 尤其是妈妈 对孩子过度的好 过度好到让孩子怎么样 痛苦啊 如果有这个现象 就要尊重一下说 我这样关心你 你会不会觉得 我让你有压力 我有没有让你有压力 要问一下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亲密障碍 刚刚的第一个亲密障碍是什么 爱太多了 第二个亲密障碍是什么 害怕权威的人 我来问各位 你们有没有害怕权威的人 有对不对 这个很奇妙的一种亲密关系 有时候他跟你那么亲 可是你会怕他 这才奇怪 我也有一种我害怕的人 但是我把它克服掉 你来看 好 一种是叫什么 长辈型的人 有一个小云 小云 他就是从小只要看到是长辈的人就躲得圆圆的 那在探索的过程 自我探索他才找到一个答案 说啊 原来因到碎寒的时候 他小时候 妈妈带去的嫁妆不够多 所以长辈大家在过农历年不是吃饭坐在大圆桌吗 他妈妈总是躲在角落低着头这样 然后有一次他就记得听到大伯母 大嵩 在讲说 那小云怎么好像很没有信心的样子 这妈妈说没有啦 对啦 对啦 就呼隆呼隆就过了 所以小云从小在长辈之中 看到妈妈没信心 自己也没信心 然后被人家看不起 所以那种感觉就是 对长辈他就有排斥 然后有时候要回家乡去做什么事 他就说不要去不要去 所以长辈有时候也是一种压力源 你们会这样子吗 会对长辈有类似的吗 应该有的有 来 第二种是什么 长官型的 会不会有对长官型害怕的 不好亲近的 小时候有没有听过妈妈爸爸常常讲 不得阿公阿嬷在讲 你如果不乖 你如果不乖 我要叫警察来给你抓 有没有 叫警察来抓你 所以长大过程又看到警察就赶快怎么样 要闪要躲 还有的老师会讲说 你哪不乖乖写功课 我叫老师把你罚站 所以以后进到教室就跟老师就怎么样 有距离 这个就是亲密障碍出现 因为他已经先入为主 对这些人物有一种不喜欢的感觉 好我们再看欧美型的 什么叫欧美型 有一个我的学员他讲的很可爱 老师啊 我常常要出差啊行李拿了就要到处世界各国跑啊 要跟各地的客户见面 很奇怪的是 我如果到欧洲美洲那一带去见客户的时候 回来挫折感都很深 但是如果我到东南亚去拜访客户 回来都很OK 这样你知道意思吗 他因为他说我在欧美地区看到鼻子高高的身体 比我高大的人蓝眼珠 然后讲英文的那种我就有挫折感 所以他有这种亲密上的障碍 看到欧美型的 那我说那你对东南亚 他说新加坡讲中文也通啊 香港也OK啊 到大陆更OK啊等等 所以他是对欧美型的人 有这种亲密上的障碍 还有一种就是我啦 男性主管型的 你们大概没想过吧 我从小在上班的过程 只要碰到主管是男性 我就躲得远远的 不敢太靠近 那其实都是自己想来的 自己不知不觉找来的一些理由啦 男性主管 因为原因在后面这里 你来看就在这里 你看 因为男尊女卑 男强女弱 从小我的成长里面 对足足先先的女性长辈 在教导我的过程 我总觉得我不够好 所以我自我矮化 自我弱化 看到没有 自我弱化 所以会产生距离 所以当我没有足够的成长 没有自我肯定 我跟男性主管的相处 就会躲远远 但后来经过成长 不断的学习以后 现在已经有充分的自信心 所以跟男性主管 OK的 No problem 这样知道 没问题了 因为那一切都是自己想太多 所以这有时候是要跨越的 所以对权威的人 不要去怕他 哇 背叛 看到没有 背叛 背叛 亲密障碍的第三个叫背叛 什么叫背叛 来看 不堪一级的亲密关系 有一次我看到一部电影 叫45年 来 你看 哦 这故事精彩了 你看 你看 这个Jeff跟凯蒂夫妻 他们是夫妻 关系非常好 凯蒂非常乐意去照顾姐夫 他虽然年纪比较大 所以他们关系是很好的 他非常照顾他 那他也爱他 可是有一天 事情终于发生了 所以这就在讲 如果亲密关系是不堪一击的 那这有故事来了 发生什么事你知道吗 卡蒂亚是杰夫的前未分期 他当年两个人一起去登山旅游的时候 在冰雪之地滑下去以后 卡蒂亚就不见了消失了 被冰封在那个冰雪山里面 四十几年来都没有讯息 所以杰夫后来就娶了凯蒂 所以凯蒂完全不知道 他们之间有一个人叫做卡蒂亚 等到有一天 接到一封信 杰夫在看那封信 若有所思 然后决定要出国去一趟 要去处理有关卡蒂亚的事 这时候凯蒂才问他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 杰夫的回答 所以以后男人要记住 当女人在问你的时候 你就诚实已告吧 你不要含含糊糊 或者是不清不楚 杰夫就说这没什么 就是一个老朋友嘛 我去看看嘛 看看怎么了 这样的回答 请问凯蒂会满意吗 不满意 所以他自己私下去查问 才发现原来那个卡蒂亚 是他的 那个杰夫的谁 前未婚妻哦 他们本来是要结婚的人哦 只是因为他 那个叫滑雪滑到冰里面 45年后被人家找到 所以来告诉杰夫 因为杰夫是他唯一的什么 亲人嘛 就是他未婚夫嘛 所以好 在这个时候 卡蒂开始崩溃了 所以各位不要小看一件事情的发生 如果有没有来 有人家寄什么包裹来 你就讲清楚 是谁是谁是谁 好不好 不要说遮遮眼说 这没什么啦 还好啦 没事啦 结果一拆穿才知道是 前未婚妻 请问那个关系 重不重 大不大 很大 所以难怪凯蒂生气了 所以他在电影中就显露了一个非常沮丧的表现说 既然你没有把我当成真正亲爱的家人 我是你的老婆 你都不能跟我讲真话 而且他已经不在了 已经没活了 你也还不能讲清楚 那我们到底之间 这么多年来我们的相处算什么 所以凯蒂非常希望杰夫 来我告诉你 他应该这样做就没事了 来我们找一个男人出来 我来示范一下男人 如果你就是杰夫 我就是凯蒂 我们应该平起平战 对 那我问你 卡蒂是怎么一回事 你就要讲真话 如果我不满意你就要一直回答到让我有安全感 这样好不好 而且眼睛是要看着我的 对 这最重要啊 这是最重要啊 亲密关系就是眼神对焦的时候 我看到了安全感 这样对吧 所以杰夫啊 你叫我凯蒂 凯蒂你好 不能叫这么快 叫起来没有feeling 我请问一下卡蒂是那个是什么一回事啊 那个是在你跟你认识以前 一个女朋友 是 未婚妻 她已经消失了 二三十年了 四十五年 四十五年了 已经消失四十五年了 今天刚好那个滑雪场的通知我 她知道滑雪场真的是这样 她通知我 说这个是亲人当年你是她的唯一的 是男朋友 所以她来找我 所以我今天要出面 这个真相就全部告诉你 无论如何怎么样 无论如何 我都是 爱你一个人 今天我就是你唯一的爱人就是你 谢谢你啊 也就是她刚刚的表达 就是很诚恳 很真心 而且 有没有一次就把她讲清楚 这样就对了 这个叫做建立亲密关系 你让人家感觉有安全感 那因为杰夫在被问的时候就是 吱吱呜呜又讲了很多的谎话 所以让凯蒂很痛苦之下 决定要离开她了 都已经年纪这么长了 还决定要离开她了 所以真的是很遗憾 也就是被问的时候 要立刻怎么样 很真诚的据实已告 如果我们的感情够好 好好的讲清楚 是OK的 这样对吧 是对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好 所以你看嘛 有时候有的人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 有缘有分 那是最好 对不对 像我跟我的老公就是有缘有分 当初被她看上 然后被她爱上 然后就跟着来 有缘有分 而且我现在找到一个 跟她相处最好的方法 让你们看了就会知道 原来这样也很OK的